看体育直播就上华人TV 冠军表现时刻由苏宁彩店独家冠名播出 中场联赛第28轮 天津全剑在主场与北京共和国安的较量 在场上身穿红色比赛服的 这是天津全剑而做客的国安 穿的是绿色比赛服 边后卫18号张成 16号郑达伦 中场方面 漂亮 来了一个大门框 这球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开场1分21秒 小破来了一脚 给了中国逃腾 给了好球 好的正路 非常漂亮 冲出球迷区将球拦获 王勇破于大宝 这也是曾经在国家队 完成过什么呢 他俩还记着吗 漂亮 再打 两连扑 两连扑 后蹭可以 几乎形成威胁 这是舍身堵枪眼的 舍身堵枪眼 这球 靠蹭得清楚 八坎步 推 来了 走 天哪 陈静元 又是帕陀 孙可 来一脚 又是门阔 这次打在了衡量上 那球打的质量很高 是 不知道啊 最近没怎么 最近有啊 有啊 有啊 那就打复利有吧 哎呦 这怎么倒地了 黄牌出现了 给了张修为 张修为还是孙可 再看一下啊 哎呀呀 哦 这球 开判这个正常 中口 呀 还有后续啊 有推草 谁就像的 你好轮手 今天他是受伤 没有打 投球 投球 杨旭的投球顾问呢 有没有反击呢 跨拖 看队友的位置 先给杨旭 跑到 这球 来了 哎 这个球 转球节奏要快起来 哎 哎 这个正面的转球啊 余大宝 裁判马上出示了环牌 跨拖也确实0 0 管一家那样造成国安的两次犯规 是 还是雷同龙来找 后点 这球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啊 侯森是不是拖了一下 后点包抄的是全景源 他从远处啊 是突然插到后点 他不想打那么远 这球啊 并下来了 巴坎布打 出现了 66分钟 巴坎布进球 有毛病吗 咱们看着两面慢转球 现在已经接近三分钟过去 一秒 这不应该越位 对吧 那有毛病的话就是奥克托 准乱的 看一看啊 最后什么情况 嗯 看他自己看一眼 哎呦 什么思路 无效 好像无效了 好像无效越位 吹得越位 吹得越位 哎 啊 就这下 球弹在比亚拉身上的锥 走到搜脚下 巴坎布 哎 这个刘一鸣的大身体可以啊 可以啊 哎呦 我怕拖就属于那个篮球啊 那个后卫拿球就大不动 嗯 哎 好球 刘一 比较大 一脚 对 有这么一脚 哦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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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速太快 球速太快 给人感觉好像是要进了 再看一下 哎呦 旋转也很强啊 能力确实强啊 是 后点 好的招龙 哎呀 跌了 跳 掉射 嗯 但连带着对本方的这个进攻 甚至也带了比较大的影响 也是一定的影响 哎 好 这个时候主台办顾真函 却想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